小音 哎 表哥 我打杀人了 啊 方向 你还真够厉害的啊 你还嫌你这个暴脾气 给你惹不得事不够多呀 表嫂 我是为了报骨小音 刚才那两个小朋友很欺负她 我随时捡了块石头 砸向她的脑袋 啊 那 那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眼前他倒在地上 满脸湿血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不能回家 警察肯定在找我们 哎 看 你们 我这 也不是个办法呀 父母都不在了 这厂里头 就只有我一个亲戚 这警察肯定会找上门来的 小英昨天刚丢了工作 我爸这老家 深圳兵还等着钱用呢 还要不然这样吧 你赶紧带她小英走啊 跑得远远了 越远好 你们先避避风头 如果警察 不分上门了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很久都没联系过了 等 等事情 过了之后 我再跟你们联系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 现在这城里 到处都是摄像堂 你们也太一向天开了 嗯 阿江 要不然我去自首 本身之前事也是因为我而去 你赶紧走 别管我 不行 你要去也是我去 人是我打 应该我负责 小英和阿江相恋五年 因为保护小英 阿江情急之下伤了人 两人不仅赔了所有积蓄 阿江还因故意伤人罪 被判入狱一年 男友坐牢 农村老家的父亲生病 又急需用钱 此时的小英 就像失去翅膀的小鸟 不知如何是好 阿江 你在里边 一定好好地改造 小英这边 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地帮你照顾的 谢谢表哥 你知道小英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实在放心不下她 一个人在城里 无依无靠 不知道要面对多少困难和压力 这样吧 过两天 我就把小英接到我那去住 有我跟你嫂子在 也要有个照应 谢谢表哥 谢谢 怎么回事啊 谁要搬进来 妈妈 是这样的 现在阿江又在牢里 看小英一个人在外面 日子真的很难过 我就想着吧 把小英接到咱们家一块住 也有个照应嘛 照应 谁照应谁还不知道 那就什么 董哥 老大 我就不打开你们了 我先走了 哎哎哎 不是 ました 不管了 不能 那 不得你干啥 搬一挂这样的 要好好照顾 你看 咱们家不是还有多余的房间吗 再说了 你看咱们以前 遇到困难的时候 阿江是吧 他这么全心全力的帮助咱们 现在他遇到困难了 咱们不可能撒手不管了 那要是阿江要住进来 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现在住个女的进来 这算什么事 老爸 这个呀 你放心 阿江跟小英是奔得结婚去的 这么说起来小英 她还是咱们俩的弟妹呢 你说一家人 咱们能帮 你就帮帮我 要住多久 小英她现在在找工作 等她找到了工作 找到住的地方 她就搬出去 不过你放心 不会太久 不会太久 你要住我家里 也可以 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边 这在外边租个房子 一个月也得好几百块吧 这样吧 你住我这儿呢 我每个月收你六百块钱的房租 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 吃喝拉撒睡 我全包 没问题 嫂子 等我找到了工作 挣了钱 这钱 我一分不少的补给你 这可是你说的 你如果交不出房租 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不会的 忠哥 谢谢你 谢谢你肯帮我 行了 别跟我客气 以后啊 你就安安住这儿了 去看房间 老婆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八千块 你说什么 哦 我是说呀 你这个月的快递业务 挺不错的 继续努力 勤快点 加油 时间不早了 睡觉吧 这是什么呀 老婆 看今天小英 出去找工作 现在还没回来呢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我没兴趣 没兴趣 可以培养的嘛 你说你再这么下去 真的生不如死了呀 表得好啊 死了我就不用再看着 你这张丑陋的嘴脸了 我告诉你啊 王志忠 你最好跟我老实点 要不就给我滚蛋 你这咱俩是夫妻 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呢 这么多年 我都是一个人 这多寂寞呀 还有啊 你说你生不出孩子来 我也没怪你啊 你也不能一只冷漠啊 你现在是嫌弃我不能生孩子了 是吧 我还怀疑当初我得了副科病 是因为你引起的 告诉你啊王志忠 从今天开始 我睡床 你睡沙发 老婆 你先上去吧 我马上上来 谁啊 这是我牌友 刚碰上来 约着大牌呢 行了 赶紧工作去吧 别一副丧气洋银向我 走不运 走了 老婆 晚上回来吃晚饭吗 不吃了 跟他们约好啊 会打得很晚 老师 这块铁 哦 搬头 碰 六碗 朱莲 你们家最近怎么多了一个女人 进进出出的 长得挺漂亮的 她谁啊 那个呀 是阿忠的表弟 阿江的女朋友 最近阿江出了点事 暂时住我们家 你跟阿忠 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朱姐 我可提醒了她 你可要把你们家男人看紧了 毕竟啊 同住一个屋檐下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况且 那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 她敢 就算有这色心 也没这色打 看我怎么收拾她 断说了 现在我跟她呀 是各管各 她爱咋的 就咋的 只要她不来打误我的生活就行 不说了 不说了 打牌 召集 诶 无了 小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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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工作一天了 一定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啊 不用了 我自己行 对不起 没事 丰哥 你这天也挺辛苦的 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我去给你做 正好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行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 那你等会儿 我马上就好 大龙高层 你煮的面呢 闻起来香 吃起来肯定更香 你平常不是喜欢喝酒吗 我听听听说 你们男人都喜欢喝酒 是觉得这酒 是负责生活中最好的避难所 你这工分一天了 来我喝一杯 解下压力 这是懂事啊 诶 诚哥 我陪你喝一杯吧 这酒呢 感谢你这段时间来 对我叫我 诶 我敬你 我这是第一次喝酒 我能喝了一点 你头发也晕乎乎的 诶 诚哥 我就先不陪你了 我先进屋休息了 我来找点儿吧 我先喝酒 真的一直喝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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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我睡床 你睡下方 郑哥 你今天在外面忙了一天了 一定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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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不爽 我姐是 现在就把你脸碎了 还是 求求你 你别碎了 我吗 我就是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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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你原谅我吧 这事啊 跟小姨没关系 是我强弱的 好你个王子庄啊 你胆子越来越大 你把的事你都敢做了 我现在就报信 我求求你了 你就看着怎么夫妻份上 你就饶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你还有以后 不行 我现在就得报信 老婆不要 我求求你 老婆 我求求我 这么多年 一直压抑着 虽然咱们是夫妻 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 感受过 做男人的尊严呢 你的意思 是怪我了 没有 不是不是 老婆 你原谅我 我求求你了 这辈子 我为你 做牛做马 只要我能做到的事情 我都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了 我都答应你了 王之中 你要我原谅你可以 笨屁的答应我 从今以后什么事 而且你的加倍对我好 你要敢违抗 这一夜 朱莉选择原谅了这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而另一边 小英因为胆怯 害怕事情生长出去 辜负了阿江的一番深情 她只能选择银人 第二天 小英搬离了阿仲家 找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 带着伤痛 重新开始了一个人的生命 老板 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你就说吧 我能不能帮你看店 看店 对 就是我晚上住在店里 你放心 我看店不多要钱 到时候工资 你给我一半就行啊 那你睡呢 在店里也没有床啊 那没事 到时候 我拿凳子 拼拳床 凑合一发就行 那随便你吧 晚上一个人住这里 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 小英 这是我给你买的折叠床 这口袋里有牙膏牙刷洗脸帕什么的 都是生活用品 到时候啊 你也方便一些 来给 余总 我不想开店 小英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请你 给我机会 给你做点补偿行吗 这样我心里也好货一点啊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 就算我去睡马路 我也不会找你帮忙 你走吧 不要再来找我了 小英 我可是真心诚意的 过来向你道歉的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如果你真的把阿江当你兄弟 你就别再来找我了 小英 不是你想着这样的 哎呀 你拿你的东西 你别再来找我 这些东西你先收下 你先收下这些东西 好 因为自己的大意 导致阿中 左脚残疾 小英 内疚不已 虽然如此 但这也不能令小英 忘掉阿中 给他带来的伤害 而另一边 落下残疾的阿中 丢了快递的工作 只能依靠跑车来维持生计 面对丈夫收入的巨大落差 朱莉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 这大白天的 你就约我 就不怕你老婆发现 被发现了又怎么样 你好 你的面 你好 喂 妈 好 我马上过来 妈 妈 爸 他怎么了 你爸急早 心脚痛得厉害 还不停地呕吐 我就赶紧叫他 把他送到城里来了 那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你爸的血管 病变非常严重 血管里 还存在很多 不稳定的斑块 现在当靠药物的治疗 是没有办法缓解他的症状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医生建议做支架手术之后再用药物来配合治疗 那就赶快给爸做呀 不过 不过什么呀妈 这个手术费 三万块钱了 因为你爸的病 让你已经欠了很多债了 你是不是老婆说欠了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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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食费的事 我还想办法解决 小芬 是我 我是小鹰 老板 你在忙吗 我们以前一起在玩具场工作过 你能不能先预支我三万块钱 我求求你了 还差一行 一瓶个大人呢 小鹰 我这要给你打电话呢 妈 爸又说什么事了 不是 你呀 得好好谢谢你那个朋友 有了这个钱呀 你爸明天就可以动手术了 什么朋友 什么家 下午呀 你那个朋友 给我们送了三万块钱呢 他知道我们家有困难 他说那个钱是借给你的 你那个朋友啊 可真不错 小鹰 小鹰 妈 那个朋友长什么样啊 走路 一拳一拐的 你别看他有残疾 人呀 看去可老似了 小鹰 我妈都告诉我了 今天你借钱给我 就我爸的命 对了 叔叔的病 这钱就当是我借你的 我以后一定还给你 明天我就给你打倾条 不用了 你一个人也挺难的 以后再说吧 不行 这借条我一定会打给你 我不能随随便便要你的钱 再说了 一次性这么多钱 你也是借的吧 这个 这钱害你脚受伤 是我不断 这次 又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 小鹰 你不要太自责了 我这腿 就当是以前做错了事 老天对我的惩罚吧 钟哥 以前的事 过去了就过去吧 我们就当 什么都没发生过 谢谢你啊 小鹰 你终于能够原谅我了 我现在就希望 阿江能早点出狱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他在里边 一定受了很多苦 这不是朱姐吗 小张啊 朱姐你真的是越活越年轻了 你爸那关心病 没什么大碍了吧 中哥我们信得过 上次他不是说你爸等前做手术吗 我和小巷一人借了一半五给他 叔叔的手术还算成功吗 叔叔现在身体稳定了吧 稳定他屁 好一个黄志荣 成果我跟你离定 老爸 这么晚了 还没睡呢 你也知道我啊 去见你的小情人去了 你看 你又胡说了 我这不是出去跑车挣钱吗 我看你是挣钱给那种情人花 王志忠 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问朋友借钱了 还打着我爸的名号 你是不是怕到我全家死光啊 老爸 是这样子的 小英他父亲 在医院做手术急需钱 我呢 只能替咱爸 才能在朋友那借到钱呢 你少咱爸咱爸的 王志忠当初是你 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是我原谅的你 你现在倒好 你主动拿钱给那个狐狸金花 我要看你去 那个狐狸金花 最近你都知道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对不起小英 所以 我想给他一些补偿人 你怎么不想想 怎么补偿我呢 以前的事 是我犯过你们俩的 你说现在 要是我把这个照片放出去 你跟那个小狐狸金的脸 我哪搁呀 我不要 我求你了 你千万别这么做 老婆 我求你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再联系了 我再也不再见面了 我求求你了 你就原谅我吧 老婆 你就原谅我 放手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她是吧 我也想通了 我是留得住女人 留不住女心 这日子 没法过 以后呢 你爱找谁找谁去 跟我一点关系走 你什么意思呀 离婚 对了王志忠 你最好明天就给我搬出去 家里的钱 你分也别想要 别嫂 是女 小姨 杨哥 我回来了 杨哥 我回来了 杨哥 别喊了 他们都不在 也永远不会回这个家了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表哥离婚了 离婚 这怎么可能 小音到底去哪了 小音 那你也得好好问问你的表哥 王志忠了 表嫂 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让表哥帮我 照顾小音的吗 是啊 他可不好好照顾着吗 还无微不至的 把他照顾到床上去了 怎么 怎么床上去了 我 我表哥不是这主人 你 你可别乱说 我乱说 哼 我看那个小贱人 也不简单吧 不信 你自己去瞧瞧 说不定你那清诚可人的小音 正跟你表哥 亲亲我我呢 表总 你我说 小音现在在哪 小音 小音 这一年 你过得好 阿娇 过得挺好的 我每天都盼着 你能早点出来 我们就能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牢里也一样 对你 时时刻刻担心 担心你怕不给人欺负 担心你怕不为自己障碍自己 更担心 这段感情 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阿娇 怎么会呢 我的心里只有你 以前是 以后也是 真是这样 今天下午我去表哥先说 表嫂说 她和表哥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是你和表哥 不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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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那样的 那你和表哥到底整回事 你都是说话呀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 没想到你是一样的女人 我不是 我不是那样的 你已经变得不是我当初认识你的那单纯善良的刘小音了 我还信你的小音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 那你和表哥到底是什么是 难道他藏破你的 你把刘 找他顺序去 我们好不容易再相亲 你不能再出事 让他出事吧 我受不了我 他 他 他怎么会怎么说 我 他怎么会怎么说 放手 我 我放 我放手 我放手 我被他造型 你是怎么相信你刘小义 我们就此结束 大乔 我 帅哥,你那么晚了去哪儿,余佳呀,这工作也辛苦啊 帅哥,你这么晚了去哪儿,余佳呀,这工作也辛苦啊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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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阿江的报复行为导致了一场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 索性阿中并无大碍 但车上的乘客却遭遇重伤 因无偿还能力 阿江最终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面对阿江的再次弱云 小英自责无疑 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 曾经深爱的男人 却离他渐行渐远 刘晓英是吧 周江说他不想见你 你自己回去吧 警察同志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怎么会不想见我的 怎么会搞错 他还让你以后都不要来了 我行 感谢观看 小英 小英 你干什么呀 别干啥事 你快回来 你别干啥事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阿江 坐牢的应该是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有 他不要你 我要 我要 要是你不嫌弃 就让我来照顾你吗 周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 没有阿江 他毁了我椅子去坐牢 我不能原谅自己 不能原谅自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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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这个美 是不是饿了 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 没胃口 我们的这么多个小时 你不吃点东西怎么行 我去给你买点 别忙活了 我真的不吃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死了一了百了 小燕 我知道你爱阿江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算你死了 也不能改变这一切呀 是我对不起你 也不是那天晚上 你别再说了 这段时间 我心里一直都很难救 看见你这么伤心 我心里也非常 我一直在想 我冯一能否伤你的 就是不停地对你好 我现在也离婚了 我希望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 照顾你的生活 你这个温柔 善良 又体贴的好姑娘 这个离了婚的瘸子 还不上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 你能给我这次机会 就算阿江 以后出来了 你想跟他走 我也不会阻止你 男友阿江无情剧烈 而阿中却一番真情表白 面对命运的捉弄 小英最终想生活妥协 决定暂时接受阿中的照顾 为了让小英有个落脚之处 阿中为小英租了新房 虽然小英心存感激 但这个人毕竟伤害过她的男人 小英始终没有爱意 小英暗自决定 等她找到新的工作后 便独自离开 脱离阿中的照顾 然而没过几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让小英彻彻底底的绝望了 阿英啊 对不起 我知道 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都是因为你那次 我才会怀孕 我现在怎么出去工作 这孩子不得一样 对不起 那再去把他给打了 小英 你好 你现在怀了孕 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呀 老天都希望我们在一块 难道你不知道 我对你是真心的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你对我好 可是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大哥 我不可能接受你的 所以这个孩子 他根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 可 可这孩子 他 毕竟是条生命啊 咱们不能剥夺了 他来到对世界上的权利吧 我已经很对不起阿江了 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 在伤害他 小英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放不下阿江 我也不会逼你 跟我站一块 只要你过得好 我就心碰你足了 小英啊 算我求求你了 行吗 你把这孩子 给我留下 朱莉她不能生啊 我能啊 我真的不想 到时候等我老了之后 一个人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没人养老啊 求求你了 你就当作 就当作给我留个后行吗 你得到啊 小英啊 这是五万块钱的欠条 我保证 两年之内 我一定全部都给你 就当是 你帮我生这孩子的补偿 来 你拿着 我不能要 这钱条你一定能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我心里才好受 孩子生下来了 不管你失去失留 都有你 行吗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我求你 答应我行吗 我求求你了 莉莉 就好了呀 今天怎么有空带我出来玩 不在家里陪你老婆 莉莉 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知道我心里 一直都惦记的是你 惦记吗 那你跟我说 为什么还不跟你老婆去旅婚 你放心 离婚的事 现在正在办了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过两天就去 那不许骗我 你是小狗 哎呦 我的小心肝 我 你 你 给我解释 我 你 反正 你 我 我 我 用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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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個活力金,你勾勁我老公 對對對,是他勾勁我的老婆,是他勾勁我的 是他主動找我的 你是我的 老婆,老婆 本想踏入豪門,結果去造人拋棄 此時的朱莉懊惱不已 而另一邊,自從小英決定生下孩子 阿忠便一心鋪在工作上 她借錢盤下一個餐飲店 憑藉著自己的勤勞和踏實 餐飲店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 謝謝啊 看咱們生意還不錯啊 對呀,就是咱們味道做得好 看你現在懷孕了,要不先收拾一下 先回家,店裡交給我了 你現在過來吧,我在等你 哎呀,我現在有點事,先出去一下 啊 啊 谁啊 你看葱葱 大眼睛高鼻梁 长得多像我呀 小葱可比你帅多了 那是 哎呀 有孩子 跟你在我身边的 我真的是太幸福 葱哥 经过这么多事 我也认命了 虽然 我们一开始 是一场痛 但是从怀孕 到生在小葱 这十一个月来 你对我的照顾 让我觉得特别的康实 我也特别喜欢小葱 他不能没有爸爸 也不能没有妈妈 我想给他一个安定的家 要不 我们结婚吧 啊 什么 你还不愿意啊 不是不是 愿意 我当然愿意了 这是我 一直以来所怕目的 葱哥 这是你之前给我的欠条 我现在把它给撕了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中哥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这钱 我也不会要的 只要你对小葱 对我好 也就知足了 以后呢 给小葱把户口上 他上学什么的 也就方便了 小姨妈 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高兴 你看现在咱们 不是正忙着餐饮店 分店的事吗 我看要不 等这事情落实了 咱们再去扯结婚证 行吗 嗯 中哥 你先带小葱上去吧 外边天冷 我去买点菜 回来去做饭 嗯 来了 你来干什么呀 你走吧 哟 这孩子这么乖呀 来 我抱抱 你干什么呀 你别伤害孩子呀 你说的什么话呀 这孩子这么乖 我怎么可能伤害他 朱莉 我求求你了 你看我现在已经有 自己的孩子和老婆了 你就放过我吧 她是你老婆吗 王志忠 我告诉你 以后 我就要做这个孩子的妈 而且现在我就要把她带走 从今以后啊 她就是咱们俩的孩子 你 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凭你什么把她带走啊 就凭你当初背叛了我 王志忠 当初是你做了丑事 我放过了你 现在就是你报恩的时候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伤害她 你毕竟是她亲爹嘛 不行 不行 您不能这么做呀 这孩子是我和小鹰的 王志忠 我警告你啊 当初可是你 答应我要做牛做马的报答 我什么都听我的 我劝你最好乖乖听话 要是你敢反悔 我现在就把那些照片发出去 我看你的小情人 以后有什么脸是吗 朱莱 朱莱 朱莱你不要跳啊 朱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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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朱莱去哪儿啊 朱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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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跟我说 你说不说 你不说是不是 我现在就抱紧 我现在就抱紧 不要 不要 你继续了是不是 你说 你到底把我孩子弄哪儿去了 初丽 是初丽她把孩子放走了 你干什么你 你是不是叫初丽 是又怎么样 那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 既然没关系 那孩子怎么会在你家里 那是我老公的孩子 那你老公是谁 他就是我老公 他是你老公 他是我老公呀 他就是孩子的爸爸 这孩子 就是我老公的亲生儿子 是他跟情人生 我 你老公 情人是谁 就是他了 没有 听我说啊 不是你想的这样 他说你是他老公 怎么回事 你不是已经跟他离婚了吗 我是被逼的呀 我们卖冰群就不婚了 现在我们是合法的 你才是第三者 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骗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付出了多大的提前才决定跟你在一起 知道错了 原来都是骗局 你是早就想好了是吧 就是想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对不对 晓晓 不是呗 我也想真心诚意的跟你在一起 就是他 他什么他 这个婚是你求着我付的 孩子也是你亲手送到我手上的 我没打到架在你脖子上逼你了 你们现在倒好啊 望志忠 你倒打一架吗 在我身上 当初是你把这种 我看他可怜 我已经 我刚刚在一 我 我就想 是我不好 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他找到我 说这些年对不起我 想要弥补我 要跟我复婚 我也同意了 他王之中你有点良心好不好 这些年咱们这个价值里破碎都是因为这个狐狸精 我都缺了 我都缺了 大家回来跟我听听你 啊 你 阿忠 大姐劝你一句 你玩够了 就回头吧 阿忠 我也是过来人 看得出 朱丽 是真心代理的 行了 我笑够了 从今天开始 以后你是你 我是我 谁也别人在碰我孩子 你不知道 什么意思 清沙同志 我没有撒谎吧 这孩子又是我老公 好 别晃来晃去的 看着烦 老爸 我看咱们还是把孩子 防给小婴吧 错是我犯了 小婴她是无辜的 再说了咱们这么做 会遭报应的 要我遭报应也是你别 我告诉你啊 你别想把孩子做报道 只有他在我身边呢 你才会在我身边 你怎么 知道 我就不应该给你付这个婚 你 朱莉 咱们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还约我出来干什么呀 我知道 你现在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你们过得很甜蜜 很幸福啊 小婴怀孕了 我跟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咱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也要结婚了 那不是挺好吗 那你可以过你自己的生活了 可我是跟你结婚呢 啊 准确的说 咱们俩应该是父母 你疯了吧 你要知道 当初提出离婚是你 没有人逼你啊 当初离婚我是看你可怜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 而我什么都没了 你以为我会看着你跟那个小狐狸精 双宿双切的过下去 所以你想 用妇婚来报复我们俩 你别忘了啊 现在我们俩是没有关系的两个人了 我凭什么还要替你的摆布呢 你不想同意 也得同意 如果我把你强暴你弟妹的事说出去 你会怎么样 她会怎么样 这个消息想想都挺劲爆 你这些风言风语谁会信呢 别忘了我还有证据 别人相不相信 等我说出去了就知道 你等等 是不是我答应给你复盆之后 你就不再伤害小羊了 是啊 这一切是我设计好的 谁叫你们当初的背叛我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咱们白白多了个孩子 也算是 三口之家了 我说你 简直就是无药可救了 简直就是这么说了 那我也想空了 我发现了错 有我自己从来 简直不管你怎么说 我再把孩子送给它 你最好给我想好了 你不要脸可以啊 但是如果我把照片发出去 小鹰可就没有什么名声可言 你 所以你乖乖把孩子给我放 这咱们的认识都好 谢谢大家 我作与老板娘 来自己店里看看 还不行了吗 终于明白啊 你为什么想方设法 要跟我父亲的理由了 知道又怎么样 现在呢 你是我老公 松松是我儿子 就算你想否认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你出来 孩子呢 在家乖乖待着呗 孩子现在这么小 你就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在家能出什么事 鲜吃萝卜蛋操心 我看你有时间 多管管店里生意吧 这个月收入怎么样啊 还行吧 不行我还是放进不下 我得回去看看 哎 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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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你没事吧啊 哎呀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瞧你干的好事啊 我我怎么了 就是孩子摔了吗 至于你这时候大喊大叫的 那我小时候也摔过呀 没见我怎么样 哎行了 我不想听你啰嗦 主任 我告诉你 这孩子也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 上哪儿去啊 医院 谁呀 谁呀 把我的孩子还给你 不能还给我 小鹰啊 小鹰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我是有苦衷的呀 什么苦衷 什么苦衷让你和气 把我的孩子便去给处理 你放心啊 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 你也是啊 你得注意一下自己身体 你看看啊 一脸的憔悴你 我怎么可能会没事啊 那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我求求你了 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怎么 来 你把孩子还给我 哎 哎 你主要能是什么 啊 我这两天我脚疼 我去医院 开了点药 这要是不是拿给冲冲 你说话呀 前两天 孩子从婴儿车上刷下来 给擦伤了 哎 不过你放心 医生说了 没没没什么问题 再用两天药就好 怎么会没事 我和我还那么小 他一定很痛 一定一直苦 你 你想妈妈 你 就说娘 你 你都把孩子还给我吧 他人都小 他不能没有我 你先起来啊 你先起来 把孩子还给我吧 你知道我 不是我不把孩子给你 朱莉 他不让啊 把孩子带出来 请我看医院 朱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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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最后 下一个 潜衣 我 有 上哪去啊 我看孩子的伤 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我想把他带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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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з 的 嗯 稍后 荒 小燕 来 总好 没事了 不哭了 行了 你看我把孩子都给你带来了 你就别哭了 好你跟王秋生 我就让你把孩子放弃 告诉你们 有我朱莉仔 别不带走孩子 还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他只是想看一眼孩子而已 我朱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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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哥,我来看你了,虽然我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但是真的特别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关心。 我以小葱的名义,给你立了杯,你放心吧,我会把孩子好好照顾长大,等他长大了,我就带他来看你,我会告诉他,你是一个好爸爸。 冯哥,有言,我们下辈子再见。